芒果台恐怕做梦也想不到 迪丽热巴跳着新疆舞 就把花上丝路计推向了新的高度 最新一期的花儿与少年 所有成员在世界各国游客 克罗地亚这艘船上一起自由的舞蹈唱歌 带观众看世界 带世界 看中国 节目里热巴身穿中国新疆服饰 在克罗地亚这艘船上 跳起了明媚热烈的新疆舞 这一刻站在台上上闪发光的迪丽热巴 不再是明星演员 而是他自己 是新疆的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 采放时有当地的记者询问热巴 为什么穿爱爱德莱丝绸的衣服 他非常骄傲自信地表示 因为这身衣服绚烂的色彩 就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在哪都要宣传自己的家乡 瞬间民族自航感油然而生 这是新疆的爱德莱丝绸 就像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 这个是新疆的新疆 从中国的新疆 这个是美丽热巴 很漂亮 哇 丽热巴展示的不仅是新疆的美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 他向世界展现了新疆的美 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 中国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一些舞蹈也好 歌曲也好 那我觉得能带出来一点是一点 能让大家了解中国一点是一点 所以就是将自己就这份信息传达给了不了解这些文化的外国人 没想到这一发言和做法 引得多个中国外食灵贯 向全球推荐花与少年思路进 迪丽热巴跳新疆舞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汪文斌 对热巴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的评价不仅为热巴舞蹈表演增添了权威认可 更是对他的文化传播做出了肯定 紧接着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转发该条动态 事实上花上午刚官宣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这档节目不是普通的综艺 而是带有特殊使命的节目 毕竟思路记这三个字 不是所有综艺节目都可以随便用的 只是谁都没想到 迪丽热巴只用一支新疆舞蹈 就让这份使命有了完美的诠释 而这也不是热巴第一次为国争光 2017年 意大利顶奢品牌Dolce & Gabbana 迪丽热巴不仅参加了闽蓝时装中 并且是全场唯一一个华人 一个回眸直接登上了中日泰韩四国热搜 让其他国家的人知道迪丽热巴这位华人 2018年该品牌涉及辱华 迪丽热巴想都没想直接与该品牌解约 当时嘉行传媒拒绝了她的解约申请 迪丽热巴直接来了句 你不解约我就跟你解约 尽管单方面的解约需要赔偿 巨额违约金 还会被时尚圈封杀 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因此她也成为了首位与辱华品牌解约的艺人 她还发文称 祖国高于一切 不容任何人贬低 就连路人都会震惊的程度 然而迪丽热巴真的做到了 先成为中国人 再成为女艺人